歡迎來到經濟程式的課程 這個禮拜是第九週,我們預計要上內容是資料結構 而這週我們會交到資料結構的線段數BIT 以及另外一個東西叫做差分 它雖然不是資料結構,但是一樣可以處理區間的序列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個題目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序列 並且要查詢很多比L到R之間的元素的總和 N和Q的範圍都是小於等於10的5次方 我們可以很直覺想到一個做法就是 每次讀到L到R我們就開個陣列去記錄說 這個東西它一共 這段區間的總和是多少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樣用TL1了 因為大部分的Surfer沒有在一秒內跑完10的14方的內容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技巧叫做前綴核 前綴核它每一格儲存的東西 是從第一格開始到第一格的總和 然後預處理的話就是這一格加上SI-1 如果想要知道某個區間的話 那我們就是SR-SL-1這樣子 而複雜度的部分的話 因為預處理我們要把整個陣列跑過 所以預處理的複雜度是ON 而查詢我們只是要掉兩個數字出來 並且對它做相檢 因此查詢的速度是O1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Code 第19行那邊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我在PRE這個陣列那邊 我把它加上前一格的數字 那麼1的前一格就是0 然後0那格 因為我是開全域變速 所以它本來就是0 所以不會影響到 而在23號那邊則是它的查詢 講完前綴核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題目 和題目也還蠻類似的 一樣都是給你一個序列 並且要問你區間內的 就這個某個區間內的一些東西 關於那個區間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題目做一點變化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修改區間的 我們可以修改任意成員的內容 另外一個是我們要查詢 這個區間的最大值 然後因為最大值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用前綴核這種方法來處理 所以我們只能回到老本行 寫一個暴力解 一樣是4回圈從L跑到R 然後正如前面所講的 正常來說都會TLE啦 對啊 所以我們丟上去JUG的時候 結果的確是TLE沒有錯 那我們現在看個複雜度好了 這個複雜度看起來是NM嘛 因為你Y回圈要跑M次 然後你內層的4回圈最多也可能要跑N次 那麼剛剛也說了 這個在那個實現的話 通常知道NLogN才有辦法通過這種題目的 那我們來教一下很重要的一個資料結構叫做線段數 它是一個很強大的內容 可以處理看似不可能處理的區間問題 然後在講線段數之前我們要先聲明一下 我們在Google維基百科上面找到的這個線段數 並不是今天要教的內容 雖然名字一樣 而且某方面來說 它的結構還蠻類似的 但是他們是 他們和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是屬於不同領域的東西 好我們進入正題 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叫做線段數 是由近程的選手自行開發出來的資料結構 大概在2000年 2001年左右那個時候開發出來的 然後它是一個樹狀結構 每個階段都是維護一個區間 然後我們加這個區間切一半 往左和往右遞回給它的直接點 然後等到地毀都結束完之後再合併那個結果 聽起來Mersault還蠻像的 它本質上也是分支沒有錯 然後重點來了 它可以處理區間操作 在剛才講紫節點的時候好像有點難懂 那我們就來畫一個圖 橘色的這個方塊呢是負節點 然後它可以處理的範圍就是L到R 而下面這兩個綠色的一個是L到MID 還有一個是MID加1到R 他們就分別的是那個橘色負節點的二分之一大小 然後我們就也在把這兩個綠色的節點一樣 在切一半地毀切一半地毀 直到這一個節點它所負責的範圍只有 所以負責範圍L和R相同 也就是它負責的序列長度為1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如果長度是從0到8的線段數 它的結構應該要長怎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跟節點 它負責的就是所有人的整個序列的區間 它是可以涵蓋住整個序列的 而它的左子接電和右子接電 則是分別處理一半 然後它左子接電的左子接電就是一半的一半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然後意思類推 直到最下面這邊 長度L和R相同 也就是長度為1的時候 然後我們才沒有再繼續滴回下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線段數會用到的Function 通常會常見有這三個 Build、Update或者是稱作Modify可以 然後還有Query 然後我們先就直接講Update好了 Update它的用途是來更新元素用的 查詢這個需要修改區間位置在哪裡 然後王子網用遞毀 就像是2分收的概念 那麼假設當前區間的大小唯一 那我們就把這個值給更新 那麼它通常可以分成幾個Case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Case 就是它是屬於桌子區間的 那我們就對它往桌子區間遞毀 而這個畫質它是屬於柚子區間的 那我們就對它的柚子區間來做遞毀 接著我們來看Query 就是查詢這個區間的答案 然後藉由檢查區間的位置 我們來再決定它的操作 我大致上來說也是往左和往右遞毀 那我們直接看圖示好了 假設說我們現在要查詢的這個區間 它完全包含於柚個桌子區間或柚子區間的話 那我們代表說我們可以完全不用去管它的另一半 我們就只要針對這個地方 像是這張圖的話 是針對桌子節電 桌子區間來做遞毀 那麼如果它是位於柚子區間的話 那我們就對柚子區間來做遞毀 那麼 當然不可能什麼事情那麼完美 我們有可能會很跨兩個區間的話 那我們通常 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會把這個區間切一半 然後屬於左邊的部分就用左邊遞毀回去 而右邊的部分我們就用右邊去遞毀 然後最後再把兩邊的結果合併 那Build的話就是建構這個前段數 可以把桌子區間和柚子區間的區間往下遞毀 然後並且這把結果合併 就好像Mersault的想法還蠻類似的 但是我通常都不寫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你用update就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你在讀資料的時候 然後同時把它丟進去前段數裡面update 因為你一開始前段數為空 那我們可以想像成說我們是 就是更新這個位置的值 所以講到寫Build 你又在浪費一次時間在打比賽的時候 你能夠省一分鐘就是省一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在講Call之前 我們現在講一下它有兩種實作方向 第一個是指標 而另外一個是用陣列方法來實作 指標可以說是最直觀的想法 我們對於每個區間 我們在存著桌子節點和柚子節點的指標 只要我們就不用管它什麼 它的變數名稱啊 或者是說它開在陣列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直接指過去就好了 然後而夜節點就是最底部的那些節點 它的桌子節點與柚子節點都結為是諾 然後在CG加11或者是在往後版本 也可以用諾PTR來取代諾這個事情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陣列版本 為什麼要陣列版本 還要再加個陣列版本嗎 不是說回護那個編號很麻煩嗎 但是我們先繼續往下看 會用陣列版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一次把所有的記憶體都開好開滿 因為你要再去new一個指標 再new一個新的記憶體位置的話是還蠻花費時間的 而我們用陣列的話則可以一次把這個位置全部都可以要過來 管它用不用到要過來就對了 但接著我們要處理另外一個問題是陣列它一定要有一個編號才能去讀取它的值嗎 那麼我們要怎麼維護這個編號呢 我們如果把那個樹狀的結構如果從上到下 從左到右這張排列我們會發現它的root是1 然後它的左字節點是2 右字節點是3 然後意思類推我們都會發現它的節點編號 左字節點一定是2n 右邊是2n加1 如果你的編號是從1開始編的話 如果從0開始編的話那是2n加1還有2n加2 有些人的說法是說你編號從0開始會比較快 但是我認為通常出題者不會去故意卡常數的執行時間 所以通常只要複雜度對了然後常數不要膨脹的太誇張應該都會過 所以就看你高興要選哪一個吧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陣列版本的編號要怎麼編 所以每一個節點右邊的那個紅色數據就是它的編號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是1 第二個就是root它的左字節點是2 右字節點是3 然後我們一樣我們看這個好了 這個它的左字節點編號是乘以2 右邊的話就是乘以2加1 然後每一個都是這樣子一次類推下去沒有錯 然後因為用陣列比較快 所以我以下的時速都是用陣列來講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update update的部分的話 第11行那邊是假設說我們這個區間的左界和右界相同 就是長度為1的瘦 那我們就直接更新這個值 否則那我們就按照前面所講的檢查 我們要更新的位置是屬於 當前區間的左邊還是右邊 然後就對那個方向去做遞毀 然後在21行那邊我們再把這個結果做修正 就是更新一下說現在這個指點所維護的最大值 然後再看一下curie 我們在第42行那邊之所以會這樣寫是因為說 我們curie這個包含了這一整個區間的所有內容嗎 那麼如果我們還要再繼續往下遞毀的話 那我們就等於沒有再做到限段數想要達成的目標 所以說再加上這個區間已經涵蓋出下面的內容 那我們就只要拿這個區間和別的區間再去做 那個trimax之後我們就一樣可以達到我們想要達成的目標嘛 然後第45行 47行還有第50行那邊分別是不同的case 就是對照我們前面PPT所講的 那我們build我就沒有寫 因為我個人習慣就是一個一個update 等一下我會開subline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複雜度 update和modify的 還有那個curie 因為是和二分收一樣的概念 所以它的單次操作是nlogn 如果在這個題目有多比 如果是n比的插詢的話 那麼總複雜度就是omlogn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code 我剛剛我們PVT沒有寫到一個點是我們這邊要開的是序列長度4倍記憶體 其實我們剛剛看起來好像開兩倍就足夠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超出去兩倍的範圍 某些題目特別喜歡出一些奇怪的數字來卡 而有數學證明可以證明說你只要開4倍的話就一定夠用 然後證明網路上面一定有 所以可以請大家自己去google一下 那麼 這邊沒有放那麼 我現在寫一下好了 好 好 好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第八十二好像這邊就是我剛才講的我們可以用做N次單點修改然後來達到Build的效果或者是你也可以這樣寫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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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新端數的柚子數拔掉 等一下 把柚子數拔掉 聽起來怪怪的 那我們先來回想一下 我們前面在講前綴核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AI等於SI-SI-1 那麼 我們把柚子數拔掉的話也不影響 因為我們如果想要知道某一個 被拔掉的區間 那我們可以拿他上一層的副節點 解肉他的柚子節點 那我們就能知道他的柚區間了嘛 但是感覺還是怪怪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張圖 灰色代表是被拔掉的部分 然後 我再把每一個要如何求出來的方法 都已經把它打上去了 像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 我們想要知道這一個的話 那我們就是用4減掉2 而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這一個 就是8減掉4減掉6 這一個的話 就是再多減掉一個7 然後一次類推 那麼如果用數學表達的話 那麼BITI就是 所有 符合這個條件 就當J的人I 今天要LOWBITI加1 的時候 他們這些元素的幾何 那麼LOWBIT是什麼 是指現在這個數字轉成二進位的時候 最低位的1 它所代表的值 然後舉個例子 LOWBIT1的話就是1 因為它轉成二進位就只有那麼一個值 而LOWBIT2的話它的最小的是 它二進位是10 那麼它最低位的1 所代表的也是 就是它自己就是2 而3的話 它二進位是11 那麼它的最低位的1 代表的是1 所以LOWBIT3等於1 在C加加中 我們可以用 位元運算來達到這件事 用I N的負I 然後來做操作 然後這個是跟位元運算有關的 所以原理我們就不會在這邊洗講 如果有需要知道位元運算去 怎麼操作的話可以Google一下 如果還是不能理解的話 那麼就可以考慮用背的 因為其實也蠻短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修改 之所以要用修改 而不是像是線段書 直接把那個值取代的話 是因為如果我們直接用取代的話 我們不知道我們該對這一格做多少變異量 那我們在往上去做修正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要拿它左指區間和右指區間來做合併 這樣的話就會是線段書做一模一樣的事情了 所以說 我們這邊用的是 加上它原本所差距的值 然後再 對它的那個 對那個Index加上LOWBIT 然後這樣一直下去 直到說跑完整個陣列為止 修改一個點最多你會 要修改LogN的區間 因此複雜度為 LogN 就單次的修改複雜度為LogN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要修改A3的話 我們先修改3這個位置 然後3加上LOWBIT3的話等於4 所以我們也要修改4 然後4再加上LOWBIT的話 就等於8 我們發現已經到正列的尾端 序列的尾端 我們就不用再繼續往下跑了 我們在查詢的部分 就是把有覆蓋到放來都把它加起來 那我們最多會覆蓋到LogN的區間 所以說這個操作的複雜度為LogN 我們可以用上面的Wile回圈來檢查 到底哪邊是需要加起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的LogBIT也給拔掉 然後把有經過的點都把它加起來 那我們先來看查詢S5的話 是什麼樣的情況 S5的話我們先把5本身先加進來 就5這個點我們會用到 那我們把5減掉LogBIT 5的LogBIT是1 所以說下一個接點是4 那我們會把Log4已經可以把下面的 從1到4的結果都已經覆蓋起來了 而且我們也發現了 你LogBIT這樣剪下去了 它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說 我們做到這邊就已經可以結束了 那這邊是 做單點修改區間盒 然後用BIT寫的完整的code 那麼接著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題目 如果我們給定一個初始的序列 並且有Q比操作的話 一樣我們是要查詢LR內的最大值 但是我們現在要多一個操作是 在這個區間LR內的所有元素加上K 對 我想我們用限端數 然後對LR內的所有點做 單點修改總形了吧 好像不是不行啦 但是我們要來看一下複雜度 我們單點修改的複雜度 就是LogN 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那個 Modify可能要處理最多N個點 那麼 可能會有Q次操作 所以最差外是NQLogN的複雜度 那麼剛剛前面也講了 如果在NNQ是相同數量級的情況下 應該是不會過的 那麼說到區間修改 區間修改最強的東西當然就是限端數 但是剛剛也是 我們剛剛講的限端數 它只能處理單點修改這個功能 而要怎麼處理區間修改呢 我們這邊又有個技巧叫做Lazy Tag 懶惰標記 懶惰標記的概念就是 我們每次的操作都並不是真正的操作 我們只有在當前節點的範圍 LogL還有NowR包含於區間 要修改的區間LR內才會對 這個當前的節點打上標記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左還有往右 節點D回 然後並尋找說有沒有 符合條件的 節點 那麼為什麼這樣會是好的呢 因為 我們如果一個區間要修改K次的話 在狀態可以疊加的情況下 那麼我們一次推下去 效率現在比更新K次還好得多 但是這樣子數字不會有問題嗎 這麼說好了 你如果要對其中一個數字做修改 然後如果加1加2加3這樣子排序下去的話 和你一次對這個數字加6 會得到一樣的結果嗎 因為加法狀態是可以疊加的 所以這樣子其實並不會影響 答案的正確性 而且反而可以節省它的效率 就不用一次一次加加那麼多 那麼來講一下LazyTag的實作 一個節點會有兩個變數 一個是記錄LazyTag 另外一個是記錄原本的答案 像是我們的題目如果是最大值的話 那我就是記錄我們當前這個區間下最大值 通常個人會用Pair 而First是記錄最大值 Second則是它的Tag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寫 用Struckbar的Node也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是在開第二個線段數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可能會遇到哪些Case吧 像是這個Case C的話 灰色的時候我們現在想要修改區間 而我們現在這個區間如果已經都完全包含在下面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繼續往下遞毀 我們就只會停留在這邊而已 我們打完Tag之後就會結束這個函數 那麼另外一種情況是 它不完全包含於當前接電 那我們就看看對它的 左區間還有它的右直區間 來做遞毀看有沒有可以包含的 然後另外一個則是 就算它的 鎖子區間和它的右直區間都 都沒有被它完全包含 那我們就 一樣還是對它做遞毀 然後 看說哪一邊又符合它的條件的 那麼在講LazyTag之前 我們還要講的東西叫Push 在原本的函數中 只要在適當的位置加入Push的話 那麼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將懶惰標記融合到我們Code當中 下面這邊的話是針對這一次 題目所用的Push內容 假設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懶惰標記並不是0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加到左區間以及右區間 懶惰標記以及當前的最大值上面 那麼 這邊是區間修改的部分 它和Cure的結構還蠻類似的 就一樣是當這個 當這個區間 當前要 做修改的區間 有完全包含在 當前節點的區間的話 那我們這邊打Tag 然後結束函數繼續往下跑 不然的話 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如果它完全包含於 右直區間的話 那我們就只往右遞毀 如果只包含於 只包含於左直區間 那我們只往左遞毀 我們就只往右遞毀 或者是我們就一樣把它拆兩邊 然後兩邊都遞回去 然後去看看 然後由於我們的值可能被修改過 因此我們 這邊還是要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更新 而Push的部分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動到下面的值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懶惰標記往下打 而下面這一頁就是完整的code 完整的code 我們也可以開 subline來看 現在這一行 跟這一行 還有這一行就是Push的位置 我們可以發現說我們幾乎都是要嘛是要查詢的時候 要嘛就是要接著繼續往下去做操作 可能會動到下面的值的時候 我們才會把它往下Push 雖然說這樣子乍聽之下好像覺得複雜度沒有很好 但是它這樣子還是能夠優化非常多的時間 而在Curry還有Update其他部分就和原有的線段數幾乎都一樣 然後我這邊的code範例是它還有帶一個單點修改部分 但是因為平常我寫build的話就都是用單點修改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並沒有造成外的負擔 因為code太長了 所以PPT上面的code我不是拆成兩頁來放的 那麼這次的code一樣也都有放在Github上 好我們現在來講一個東西叫查分 先看一個問題 給一個長度為N的序列 然後接下來有QB操作 每一筆操作有兩種型態 一種就是對區間加值 將LR 區間內所有數字全部加上K 那另外一個就是單點查詢 查詢序序列DX元素的值是多少 那保證所有的查詢操作都會加值操作後面 那範圍就如下所示 這時候會有一個 你們會想要一個做法 就是每一次修改就暴力把區間所有的值更改 然後再單點查詢 那修改複雜度就是每一次最最慘最慘 可能每一個區間所有元素都要修改 就是整條序列所有元素都要修改 那複雜度就是ON 然後查詢複雜度就是每一次直接看那個序列的那個 元素的值是多少 所以查詢複雜度是O1 那總複雜度就是ONQ 那聽起來蠻爛的 所以T1 我們觀察問題 題目提到所有查詢操作都在加值操作的後面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預處理完所有的加值操作 再對序列進行查詢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技巧 假設序列是15975634這樣 那我們可以把兩兩數字之間的差紀錄下來 我們開一個陣列DIFN 那DIFI代表說AI加1-AI的值 也就是說AI加1跟AI的差 那我們假設A0為0 然後序列是從E開始的 這樣子 我們保留一個位置 那當要對區間所有LR所有的數字增加K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 在L跟L-1它的差值會增加一個K 然後R跟R加1的差值會減少一個K 那我們就把BIFL-1的值增加K DIFR的值減少K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完成一次修改 一次修改只要改到 這個陣列中兩個數字的值 像下面這樣 下面這樣子 假設將區間3-6增加2的話 那我們DIF2原本的值是4 那我們就把增加2變成6 然後DIF6原本是-3 那我們就減少2變-5 那就會像這樣子 你這樣就可以做到O-1修改 然後最後你只要對DIF陣列做一次前綴合 就能將數列復原了 然後最後單點查選值 我們看一下這樣子 每次這樣子A0然後再加DIF0 就會等於A1 然後A1加DIF1就會等於A2 A2加DIF2就會等於A3 那這樣子 你這樣做前綴合就可以回復原本的序列 那單點查詢值的話 就是最後直接去查這個序列的值 然後總複雜度 ON加Q 這樣就AC 好 那以上這樣子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Discord的群組發問 好那謝謝大家